张小姐 你真是心胸狭隘 自私自利 细微无常 寡人贤持以冤报 得面目可憎 我也是直言直语 没有恶意啊 请你不要介意 还生气呢 如果换作是你 你不生气吗 我不生气啊 不管是传承还是飞翼目鱼 只要能好好地宣承 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我都会高兴 都会支持啊 桃桃 听说你们选的选题 也是李悦啊 那可真不凑巧了 做哥哥的奉献名记 咱们做任何行业 都要各去打 这么好的选题 你当然要请 国际最顶尖的团队来做 对不对 不然 落在那些既没经验 又业余的人手里 那就是浪费了 咱中国人不是有句俗话吗 没有那金刚钻 甭乱自己画了 好好珍惜你们的选题吧 必定麦克是外国人 希望你们多听专家的意见 不要为了娱乐而娱乐化 我看了一些你的工作 部分是挺有趣的 但文化的部分 是挺有趣的 很迷惘的 我认为 有时你必须要看 什么人们真的想要看 我一直在想 谁在这边 但我看到你 那是为什么 余小姐 麥克一向直言不讳 但是他没有恶意的 毕竟是外宾嘛 您就大度一些 不要介意啊 张小姐 你真是心羞狭隘 自私自立 细维无常 寡人贤持以冤报 得面目可憎 我也是直言直语 没有恶意啊 请你不要介意 陶唐 这就是你说的 没风度吗 对于没有风度的人 根本不必讲风度啊 这句话请你转告 你身边的两位男士 不抵贼 绑你他们 麦克一 格局小的人就这样 心眼贼拉小 来吧 麦克一 专家还等着咱们呢 听说有好多青龙器 都是首次站着 是吗 你们他说啊 这一次我都准备了这么少 这有这么大呀 是啊 我都没见过 这我也是第一次了 真是 不行 快点 你在里边等着 嗯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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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去那儿 你去那儿 好 就这么好 你给我看看 你去那儿 你去那儿 还可以的 谁说编钟只能演奏中国亚乐 又是谁说编钟只能和明月团配合呢 我看了一些你的工作 一部分是挺有趣的 但文化的部分 也挺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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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